台65线板桥往新庄5.6公里处 20日上午实时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大型拖板车疑似车上机械零件松拖 行驶中铁片掉落于车道上 造成后方桥客车闪避不及 右前轮直接斩压过铁片导致轮胎瞬间爆胎 驾驶只能将车辆停到路旁 立即请求警方协助 板桥警分局远警获报迅速到场处理交通事故 因破掉业者无法立即到场 热行远警立刻协助更换轮胎 让车辆安全实力现场